李文2009年出过一张专辑 那之后呢也没有新歌面试 等了三年的歌面试相当的着急 是的 这段时间呢 除了参加过电视节目之外 李文啊也没闲着 最近他在出席一个时尚活动的时候 就向我们透露 他最近忙得很 我很忙 不是忙工作 是忙着帮我的老公 筹备一个小型的生日party 那因为我希望让他带来一些惊喜 从他早上起来 就看到整个家里 都是他最喜欢的 这个紫色的玫瑰 然后有很多的这些花 很多朋友也送花来 他看到就觉得 哇 好漂亮 很开心 然后就一整天帮他 plan一些他最喜欢的 比如说他最喜欢吃的地方 再加上就是 他喜欢吃的地方 所有都是他最爱了 李文的老公乐玉民 是一位加拿大人 现在是香港某公司的总裁 2011年10月27号 两人在香港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李文在结婚后 几乎把全部心思 都铺在了自己的家庭上 怎么给自己的老公惊喜 怎么维持夫妻间的感情 这些都是李文现在最上心的事 我觉得在感情上呢 很重要就是两个要 要花一点时间 要花一点energy去 常常有这个新的火花 就是要 你要注意你的 你的对方 看他喜欢一些什么 然后呢就 有时候给他一些的惊喜 那我的老公 有时候也会这样子 眼看李文现在 已经完全沉浸在家庭的幸福之中 许多歌迷恐怕要发愁了 自从2009年 发了一张国语专辑 Coco的东西 East to West之后 李文都三年没出专辑了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听到他的新歌 这次李文当天 也带来一个好消息 原来李文对自己的事业 也不是不惦记 这最新的专辑 已经快录制完成了 最近也是在忙着 我的国语专辑 那快录完了 所以整个心情很兴奋 很期待 这次真的是有一些 很新的尝试 我自己都觉得 哇 我没有想象 我自己用这样的style 或者去唱这样的一些歌曲 我自己觉得 是不一样 I like it 我希望所有的歌迷也会喜欢